風塵噗噗前往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公平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準備帶領參訪團出訪 展開為期八天的美國行 現場有許多支持者到場送行 但也有不滿侯友宜的人士 前往現場抗議 讓美國了解 我們捍衛 民主制度 自由價值的訓練 侯友宜將這次訪問定調為 對話與深話友宜之旅 提前將訪問紐約 紐澤西 包括15號將和紐約市長雅郎斯 18號和AIT主席羅森伯格會談 也將前往美國國會參眾議院 和議員會談 但應該不會見到中原議長麥卡錫 只不過就在侯友宜 力圖透過訪美強化美國信任 藉此拉台致死率之際 中國卻似乎不太給面子 使他到6點起24小時內 只有68架四共機 以及10艘共軍艦艇 在台海周圍行動 而且就在侯友宜打算透過訪美 讓美光理解他對中國問題的態度 但事實上包括紐約時報等外媒在內 也點出侯友宜並會明確交代自己的兩岸立場 無法承諾是否延續蔡英文路線 無法解釋國民黨反對強化國防的立場 是否支持美國主導的民主同盟 甚至屢於閃避 國際媒體提問台灣對美中的立場 更讓以侯論在國際間持續發酵 尼約時報是說什麼呢 他是說今天他這個侯友宜過去 對於中國的立場不夠明確 儘管國民黨智庫為了幫助侯友宜訪美 預先提定30個模擬考題 但鮮少接觸國際事務的侯友宜 能不能見招猜招 讓美國各界也對他打滿問號 三年新聞綜合報導